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到这种慈悲的力量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自己 克制自己去吃素的时候 实际上对他的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的正能量 因为你不用动物身上的那些肉和它的细胞 来补充你自己身上的营养成分 你就会有正能量 动物它是属于畜生道的 所以当你还要杀害畜生 来让自己人道 来想让自己身体好 那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伪命题 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吃素的人实际上在美国营养和饮食学期刊当中 他们有一个五年的追踪报道 他说吃素的人其实不宜生心血管的疾病 那么血压也会对他们有好处 另外患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 患癌症的风险会降低 然后改善消化功能 事实上是这样 比方说你吃肉的东西在肠胃里不容易消化 所以容易积在肠子当中 所以积肠癌就这么来的 那么改善了这个消化功能 实际上素食的东西容易消化 帮助消化 所以吃素的人皮肤很好 还是防止那个骨质素食症 而且心情很愉快 很多呢做过调查 在素食馆里面都经常吵架 几乎没有人吵架 但是呢 在婚菜馆经常有人大发泪霆 心翻桌子等等 所以呢 英国的华为大学呢 和美国的大特毛斯学院的经济学家 和公共卫生研究人员 通过对英国八万人的饮食习惯 进行调查之后 他们发现 每天吃七份蔬菜水果的人 感觉最快乐 而普通人每天食用的 只是不足三份 所以身体的能量水平也会增加 所以呢 我们说能够降低血压了 扩张血管了 不容易用血管阻塞 所以呢 过去中华传统讲孟子 也讲过这句话 他说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是君子人 我们是人类 不应该去伤害其他的动物 来补充自己的营养 这个古先贤们 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们告诉了我们 如果你选择了素食 你就选择了健康 你就增加了慈悲心 增加了善行 增长了福慧 远离了灾难 保护了地球 保护了地球 造福了后代 所以多吃水果蔬菜 五股杂粮 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默默的修行 也是一种促进和谐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吃素有这么多的好处 实际上一个人能够长吃素 就有长慈悲心 不忍心杀